在今年的双十一大战当中 电信业者也加入了这场战局 纷纷推出了自家最杀的优惠 我们帮你整理好了五大电信业者 先来看到中华电信 他推出的是网络流量是有限制的 1.5G那么100元的通话费 这样的一个组合111元 当然有限量 限量组1111组 另外是台阁大的部分 699上网不限量 让你吃到饱 而且还送你哦 不管是要去日本 还是去韩国的来回机票 再送你国际漫游11天 因为毕竟要出国去玩嘛 还有远传电信呢 是499上网吃到饱 再送你500元的礼券 另外每一个月 还有528元的往外通话 还有亚太电信呢 这个费率是越来越便宜了 168上网吃到饱 再送你80分钟的往外加四话 有限量 限量5万组而已 接着是台湾之星 今年一样 双11是有超杀优惠 188上网吃到饱 那么如果你要再加办 第二个门号的话 只要再加88元 甚至告诉你说 将来5G开台之后 你也可以免费来做升级 当然了 迎接双11的购物节 现在网络电商 也是真的都忙翻了 如果你有在网络上买东西的话 又觉得今年送货特别的快吗 来看到了这家是PC Home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出货量10万箱左右 预估今年业绩上看30亿元 另外还有雅虎奇摩 则是在物流中心方面 真的是下重本了 打造了AI自动化的设备 从你下定到出货 只要10分钟 大大提升产能 17顿大货车入库 工作人员分批卸货 双11站立有多惊人 14小时全台就出货 10万件订单 今天就是双11了 电商平台的物流中心也忙翻了 不仅多增加了两成的能力 更配有250辆的车辆 要来迎战双11 班上班下整理货物 再拿着仪器扫啊扫 网络电商预估双11档期 就能拼上31业机 已经超过近10万件的出货 那目前仓库也持续在出货中 镜头再转到桃园 把货物放到箱子中 网络电商号称赤资上亿元 打造8400平的自动化物流中心 首度曝光 在我后面啊 你看到一个一个紫色的人子啊 他就是我们平常网拍购物之后 来到物流中心 会透过这个AI来做运算 它的种类啊重量等等的 再透过机器呢自动的摆到货架上面 而且啊这个机器非常的厉害 可以大幅的降低6成的出货时间 提高10倍产能 一箱箱紫色货品列队排排站 经过AI输送带可是要连过三关 雷射光线扫一扫自动分货上架 减货时一样有雷射光线指引 人工只需靠灯光投货 就连最后出货阶段也能靠AI自动分流 进货到出货只需要10分钟 消费者并不是需要快速快速抵达 消费者他们想要的是准时 透过有十几家的所谓的物流业者一起合作 消费者可以选择最适合的最适合他们需求 看来各家物流龙头都摩拳擦掌准备抢供应年一度的双十一商机 东森台经新闻洪沛宇和昆元杨昭 徐亚族采访报导